我们请专家为观众朋友的角度来选择 究竟他应该要选择BMW的X3还是X4好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人跑票了 其实当初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要大家选择是要休旅还是要跑旅 对不对 那小叶你跑票了 因为刚才的第一个问题是问我的选择 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应该是会选跑旅 但是如果以这个消费者 这个网友他的疑问来说 毕竟他是有家庭 两个小孩的话 从数据上的绝对值的话 X3当然他是在空间上略胜一筹 不过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常跟网友们沟通 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在比较绝对值来说 X3在空间是有一点点的优势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到展节去摸摸看 因为很有可能 你小孩子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些东西带去展间试试看 说不定你会因为X4的帅气 去牺牲掉小孩子的东西 好像可以不用买那么大 出门少装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实际去摸摸看 去比较一下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帅气 去牺牲掉你小孩子的东西 说不定你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有可能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 看完我们介绍X3跟X4之后 是不是也像德哥一样 觉得说你本来选择了跑旅 可是你现在觉得X3好像比较实用呢 德哥 其实对实用性来讲X3一定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它后箱 但我说真的 如果在驾驭乐趣的部分 你真的不用担心X3会牺牲掉 因为我刚才提到的 X3它一样是采用50比50的配重 那除了那些智能科技 不要讲的话 50比50的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 它在不管是你高速行驶的稳定性 或是你在剧烈抄架的均衡度 你会觉得很容易受控 其实女生来开你都会觉得救手 那为什么有些朋友会觉得说 好像B&W的新车开起来好像也还好 那是因为你不够剧烈抄架 你只要剧烈抄架去体验它的极限 你就知道它的乐趣在哪里 不过这个只有黄金右脚 德哥才有办法剧烈抄架 那我们其实要来看一下 在市场上面除了刚才帮大家提到的 这个B&W的X3 X4 有休旅跟跑旅的选择 其实像X5跟X6也是有休旅跟跑旅的选择 那市场上面还有哪一些豪华的品牌 同样也兼具的有豪华的 这个休旅跟跑旅的选择呢 小叶 好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同时看一下这个荧幕上的表格 不过我觉得第一个要先让大家了解的是 什么叫做豪华品牌 因为讲到豪华品牌 很多人脑中第一个浮现 应该就是所谓的德国双B D&W跟Mercedes-Benz 那除此之外 除了这两个品牌以外呢 还有一个是 有人也会俗称的是1A2B 也是德国的奥迪品牌 这几个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豪华品牌 那当然除了这个市场 现在越来越蓬勃发展 像是德国的保时捷 瑞典的Volvo 甚至日系的Lexus或是Inventory 其实都算是豪华品牌里面 不过我们不要忘 这位网友他其实一开始就锁定了 像是X3X4这两个车型 是200万等级以上的车 所以我们帮大家调整一下 浓缩了一下这个表单 所以我们就一次列出这5个品牌 BMW 宾士 奥迪 Volvo 跟保时捷这5个品牌 其实本身都有像是X3或X4 这样等级的所谓车身长度 大概4米6到4米7的 中型修宇的这个size 不过这个表格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其实就只有BMW跟 宾士有两个除了修理以外 他也有抛率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品牌 其实很积极的 在扩张自己的产品阵容 尤其是BMW 你看我们可以发现 他用X3跟X4 他用不同的车名 BMW其实很喜欢 是探索一些不同的机具 我们都知道当初他有用SAV也好 SAC也好 他就是知道他自己的消费者 可以满足完全不同的市场定位 他希望我不要传统的东西 但是宾士他们就是用GLC或GLC Coupe 他在前面的名字是一样 他必须要让他的可能相较是 比较传统一点的消费者 知道说我多一个Coupe 你听到这个Coupe就知道不同 你不用一直印记什么3 4 所以这个是在品牌策略上 其实基本上就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上知道 BMW跟宾士 如果你想要选择一些 比较不同的东西的话 这两个品牌选择性 一定是会最丰富的 好那其他三个品牌 奥迪Q5来说目前是没有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只有Q5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他在Q3 其实目前也有Q3跟Q3SB 也就是Sportsback 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 其实他在明年 他们现在可能 应该是今年他可能会推出小改款 Q5之际 他也会把Q5的Sportsback同时推出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 未来他也会有跑旅的一个选择 好那在VOLVO跟保时捷上 VOLVO的部分我们都知道 VOLVO都知道自己的资源相对不足 所以他会在车型的分布上 比较保守一点 比如说他比较不会像是有 迷你这么小的车型 他也不会像是有7系列 或S-Class 这么大的旗舰房车 他把品牌的研发集中火力 所以在休旅车 目前XC40 XC60 XC90 未来可能会有比较更大型的XC100外 他其实没有要把传统休旅 延伸出跑旅的动作 那在保时捷的部分 其实也是很妙的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应该是说 保时捷史上最多车席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他在马康的目前 在现有的产品分布还没有 但是我们都知道凯恩是有的 凯恩有一般的凯恩 跟一般的凯恩股配 那未来马康会不会也有 这种跑旅车型的出现呢 根据最新的消息指数 他们可能会明年 再把马康推出新世代 同时电动化的时候 也正在积极考虑说 要不要也有马康股配的单身 不过这个目前都还是在谣传 有没有可能呢 明年就会迟到 我们在选择中型豪华修旅车的时候 除了考虑它是正统的这种SUV的造型之外 或者是比较流线的这种跑旅车的造型之外 我们刚才其实帮大家介绍到了 B&W的X4 它是M40i 如果你在性能上面有更多一点的需求 可是你又希望能够兼具到实用性 我希望后厢空间再大一点的话 刚才其实德哥带大家看到的 B&W的X3 它是属于豪华运动型的版本 那它也有没有M40i的版本呢 有 其实应该这样讲 其实B&W它算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品牌 怎么说呢 其实坦白讲 对于喜欢开车的朋友而言 任何一款B&W 你都可以感觉到驾驭乐趣 比如说我礼拜六去跑耐久赛 我们用的是E36 你能想象说一台大概30年的老车 它在赛道上还是让你感受到那种灵活 那B&W是这样 它从1972年的MOTO SPORT 就是成立以后 它现在是变成子公司 M的M的M的M他等于是把赛车的运用的技术 融合到市售车上 所以你买的一台正统的M B&W的M POWER 你会觉得它是相对比较HARD CODE 因为它包括它的动力 它的悬调 它都会比重上是比较朝赛车靠拢的 那一般的标准车型呢 当然就是比较朝舒适经济取向 那M Performance呢 它其实有很好的平衡 其实对我而言呢 我反而会觉得M Performance的车款 它的CP值最高 好我举例来讲就是以这 就是不管是X3或是X4 它都有M的40i 那M40i它其实用的是直列六缸的 双涡流的引擎 那跟正统的M是差一个涡轮 因为正统M是TWIN TURBO 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它是双涡流 单涡轮 它的动力就不够 事实上387匹51公斤米的扭力 它的那个结合 它的STEPTRONIC巴素的手制排 它其实可以把它的动力延伸性 做得很好 你很难想象以这样一台跑旅 或是修旅 它0到100 4.5秒 多快你知道吗 就是它已经是某方面 已经是过去M3的那一个实力了 就是你在Long Control 弹射的那个状况下 你除了会觉得让你觉得兴奋以外 你知道那个 搜游的时候尾管的那个蓝爆声 再结合它直列六缸 独特的那个音频 坦白讲 不管是你坐在车内 或是你在车外 你感受到的 它就是一台道道地地的性能车 而且相对来讲 它CP值比较高 因为它不用破400万 300多万你就可以享受这种 那在操控的表现上 它后轴一样有一个M的LSD 就是如果你技术够高杆 胆势够大 你动态稳定系统关了 在山路方向旁边回正的时候补油 它一样可以甩 而且它在甩摆的时候 大概车尾5度的时候 它前轴牵引力发挥 又帮你拉正 所以它又觉得让你觉得又安全 但是又好玩 同时它整体的均衡性又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